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小峰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和李东升先生 他是运达快递的洛杉矶分部的经理 今天我们和他来 当然我们不完全是谈快递的业务 主要是快递业务是搭了网购的快车 李先生 当我看到跨境电子商务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将来以后真方便 我可能在我们家 我就可以买到一屋的很多小商品 什么是跨境电子商务 跨境电子商务是这样 就是说从空间上 把两个国家拉近了 通过网络 对 拉得很近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中国境内通过上网 你就可以买到美国的商品 打破了原先固有的一种经营模式 原先的模式怎么样呢 这边有厂家 然后有经销商 还有分销商 还有贸易代理商 然后通过海运或空运 把货发到对方国内 那国内边还会有一个进口商 经销商 分销商 零售商 最终在到达客人手里 这是一条漫长的一个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里面呢 那每一个环节都会有它的一个利润来产生 那成层叠加到消费者身上 它会买到一个相对量会贵的商品 因为它前面每一个环节 它会有一个利润嘛 对吧 这样跨境电子商务呢 把它所有环节都给它打掉了 取消掉了 那出来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商家直接进入平台来卖东西 那买家进入平台来买东西 使这个卖家与买家之间 由漫长的一个产业链 变成了只有一个点 这个点就在跨境电子商务上 现在进行模式呢 是B2B2C的一个模式 B2B我们知道 是business to business 你说企业对企业 这B2B2C 那C是customer Customer OK就说我们是企业到企业 然后再到我们的顾客 对 按照现在中国的一个政策是这样 在中国有一个平台 就是中国境内那个B 然后美国这边呢 再过比如说美国了 就说境外其他的国家 也有一个这样一个B 这两个平台呢 在中国海关做一个备案的手续 他们焦点是在中国的海关 对 然后呢 把货物成批量的 发到境内自贸区里 进入自贸区是免税的 OK 就自贸区免税的 然后呢 免税区 对 然后在自贸区会有一个进口一个商务平台 是面向中国广大的客户的 那客户可以在家里 通过这个平台来选购自贸区内的商品 当出区的时候 再按照个荣品方式来征收税款 包括海关税 对 也就是说 在中国的模式啊 我现在不知道美国的模式是什么 在如果在中国的模式 能够成型的话 也就是说美国的公司进入中国的一个 保税区 建立自己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然后境内的中国的这些顾客们 可以通过网络购买 他们已经运到和在保税区内 可以销售的产品 当你定买好以后 然后中国政府再根据关税 在你的这个上面 再叠加一个关税 因为中国没有 sale tax 对不对 没有销售水 对没有销售水 所以严格来讲就跟美国一样 就是这样的成本会低 而且会更简洁一点 不过 跨境电子商务 当然刚才您特别提到一个保税区 这样我们就前不久 也就算是一个国内在商业界 比较重大的一个新闻 那就是美国的亚马逊 Amazon正式进驻了上海自贸区 我也看到这个亚马逊公司的副总裁 他也非常信誓旦旦的讲 他说我们就是要让所有中国的顾客不出门 你就可以买到美国商品 他现在预计他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准备开始开门营业了 可是亚马逊也不是第一次进中国了 亚马逊曾经并购过中国一家公司 所谓的卓越网 但是后来似乎不是很成功 说个我的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原本的卓越网 你买东西还比较方便 我们以为亚马逊并购卓越网以后 我们可以在美国直接买卓越网的东西 似乎还是不行 新的跨境电子商务这样一个平台 会让亚马逊这样的公司会方便很多吗 目前看应该是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也是在逐步开放的一个过程 中国在几个城市 我们叫试点城市 他要在这个试点城市要推广试点的一个模式 如果推广成功的话 应该会在全国大范围的会有一个推广的动作 现在对于亚马逊来讲 他进入中国之后 就像他总裁所说的 确实会把亚马逊商品带到中国去 他会有 我个人认为会有两种途径 一种途径就是亚马逊把他的商品 一是在中国卖的好的 二一个是他计划在中国大力推广的商品 以海运的形式 批量的发到上海自贸区 就放在上海自贸区这个境内官外这么一个区域里 进入区是免税的 然后架构一个平台之后 让中国广大消费者可以通过网上来选购商品 这个端口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说在用自贸区本身的一个购物平台 里面有亚马逊的一个选项 OK 二一个就是说亚马逊单独为中国消费者开放一个端口 就是当你进入亚马逊的网站的时候可以有中文的界面 OK 那有可能就是那个卓越网 或者说美国亚马逊单独为中国消费者开一个端口 都有可能的 但这只是我个人一个见解 这样来讲 那他的价格也应该是人民币的标价 应该是这样 因为在中国我消费者买东西 那我要付这个人民币 就是解决了之前一些个海淘也好 境外网购也好 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转运或者说海淘或者说网购 要买美国网站的东西需要支付美元 支付美元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些个支付问题 信用卡的结算问题 这样如果说采用这种跨境电子商务的方式 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完全可以用人民币来支付 这样的话人民币支付的话 而且中国政府会以 至于中国政府是以美元的方式要求 亚马逊来付关税的话 还是用人民币 那是他政府的问题了 对于老百姓来讲 如果他能让老百姓用人民币来支付的话 确实有一个很方便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现在中国老百姓在淘宝网上买东西 都有一个支付宝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叫Payout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 最主要他起了一个作用是说 我买东西 我要看到东西好了 我才告诉他说付钱 支付宝也好 也就是说在支付上 并不是直接的我和亚马逊 在直接的发生生意上的往来 而是通过一个第三方的支付 这在电子商务可行吗 完全是可行的 因为现在据我所知 在跨境电商这个领域里面 它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B2B 在B2B2C的时候 他们是有一个支付平台的 B2C的时候还是有支付平台的 也就是说这个支付平台 要负责两方面 一种就是说 C在国内的那个B 要买东西的时候 它一个支付 OK 然后国内这个B跟经卖这个B 它之间也会有一个资金流 这些资金流 完全要在海关的一个监控下 那谁来负责监控呢 就一个支付平台 还有支付平台 也就是说是在三方 再来共同组建这个 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跨境电子商务 一个大的平台 这里面恐怕也不单是两家生意就能做的 其实这里已经牵扯到了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的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协议的问题了 对 也就是说这个高度 如果电子商务能够按照我们理想化的蓬勃发展的话 那真的可以说 那真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 全球贸易全球化了 真的是这样了 因为大家就不再有国界 不再有你我之分了 不过 有一个问题 就在美国来看 美国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有很多人不愿意网购 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退货 买了东西了 照片看的挺好 可实际来讲拿回来以后还觉得左看右看不太好 我也在美国买过东西 我也退过货 真的很麻烦 电子商务平台这上面 或者说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讲 退货会不会成为顾客们一个麻烦 或者说大家影响顾客进行电子商务的这种一个市由呢 这个我想应该不会 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从这种网购在中国兴起到现在 应该也就十年左右的时间 在大家刚开始时候认识这个网购 都抱着 都有一种心理 就是说我万一买到东西 就跟我看到了 万一不一样怎么办 但是实际上随着这个网商 电商 包括网购平台 它的一些制度的一些完善 完全可以解决掉 比如说随着它现在发展的模式来看 最早在中国境内 境内的网购是一种小众的消费模式 以中国目前这种13亿人口的量来看 你基本上按一家三口人或四口人的一个标准 那这样中国大概三亿个家庭 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来购物的 家庭为单位来购物 那对于这些个电子商务平台来讲 它有可能会有三亿个潜在的客户在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 不敢想象的一个 确实不敢想象 现在在中国这种网购 实际上已经从一种小众的方式 变成大众的方式 只是说在跨境这种购物 对于目前中国来讲还是一种小众的方式 如果把跨境这种商务平台 一个大众的方式来讲 完全可以参照中国现在现有的一种购物模式 现有一种网购的购物模式 来解决顾客关于这个商品不满意 退换的一种方法 完全可以解决 就像您所说的 如果说大家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而体验之后都有一些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我催缓货催缓不了 那我付完钱货不给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中国的这种网购 中国淘宝阿里巴巴 就不会发展到目前这种状况 您说的对 其实我们也希望在电子商务 除了它的生意上的各种法律法规齐全之外 也更多的考虑到消费者 相信就像刚才李先生讲的三亿个家庭 他们如果都上网来购物的话 不得了的一个枪击 李先生 我们谈到了亚马逊到中国去 其实在前一段 大家谈的最多的是马云到美国来 马云的阿里巴巴要到美国上市 现在看虽然上市日期一拖再拖 但是没有意外的话 他一定会在美国上市 而且马云的阿里巴巴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生意 那就是淘宝网 还有一个支付网 淘宝网大家知道说 在中国已经变成了家喻户晓 特别的年轻人 最愿意去的地方 甚至大家觉得说很实惠 当然除了淘宝网 它还有一个天猫网 因为两个网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来谈网上商务 所以这两个网虽有不同 但是都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来购物 如果我们假设 马云先生要在美国开设他的天猫网 和他的淘宝网 按照中国老百姓淘宝网 天猫网的购物的量 和他们购物的热情来看 我相信美国人民也会对 在淘宝网上物品的丰富 价格的低廉和容易买到 也会非常的乐意去接受 如果这些东西都成型的话 我在想 就靠UPS DHL FedExpress 这几辆卡车这么跑 显然是忙不过来 你们的机会是什么 实际上在中国 我们跟淘宝网是合作关系的 我们是淘宝网的一个物流供应商 因为我们在中国 它是跟供应商是签合同的 也就是说有你们来帮它做快递业务 对 因为它也是一个选项的 选项 就是我们一个 客人可以选我们来进出的 我们在中国 我们有现有的一个经营模式 我们经验 我们的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们当来到美国之后 那我们不是一个在美国新成立的快递公司 那当然 你们是已经有经验的 对 那我们可以完全把中国的经验 我们是有经验的 我们要带着经验过来的 那只是说通过前期我们的布局 来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 通过我们网点的布局 我们的派送车软的逐步到位 因为我们还是那里话 我们不是一个新干这个行业的公司 那我们有自己的 你们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 对 就是熟悉一下美国的地理环境 对 可能就是说我们需要招邪司机 他需要对美国这边的一些路况 要有一个了解 尤其我们洛杉矶一天到晚堵车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信心 也有这个能力 应该会能够在将来 为美国的广大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你们有没有可能去跟Amazon签一些 这种快递业务呢 因为Amazon像eBay Amazon这些公司在美国都是 最重要的一些网络购物公司 或者说网络交易公司 有可能吗 应该是有可能 应该是有可能 因为他们现在 因为Amazon应该这么讲 我也看到一些评论 我们既然谈到了亚马逊这家公司 在中国的设立 我也看到美国一方面评论 因为亚马逊应该这么说 在今年表现得不是很好 在美国 它的业务有所下降 当然有很多因素 首先一个就是说 很多的大型的这种商家 都有自己的网站 比如像Home Depot 比如像Costco 甚至像Walmart 所有都有自己的网站 所以使得他的很多客人 都被分流掉了 他到中国 现在去开他的电子商务 当然我们不知道 将来会怎么样 就目前看 中国政府也好 他自己的想法也好 是蛮契合的 这对Amazon本身的经济的发展 是有效的 作为中国非常成熟的快递公司 如果和美国一个非常成熟的 网络公司合作的话 我们认为应大家老百姓的 普遍想法应该算是强强联手 就是说像淘宝网 如果像阿里巴巴自己单做 或者说他还会并购一些 美国的一些网络公司的话 你们会不会继续跟淘宝网合作 应该会 应该会 因为现在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 对于买家来讲 他就是希望我通过更少的 花更少的钱 我买到更实惠的商品 对于我们来讲 如果说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们在运费上有更大的优势的话 那没有理由我们做不到 我们应该能做到 我们会做得更好 这点是我们是有信心的 但这一切都是公司在整体的规划上 会通膨考虑 对啊 而且这个前期的布局很重要 如果我发现我们这个地方 你们根本不送货 他也就没有了 没有这么大的热情 对对对 而且现在在美国来讲 不光是这个问题 美国还有一个规范化 刚才我特别提到了一个大数据的概念 现在美国的快递公司 包括这个DHL 包括UPS 他们都在优化自己的这种快递送业务 因为这里面包括油量的配置 人员的配置 道路 时间 根据堵车情况 根据这个 怎么能够优化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科学的问题 其实快递公司有很多朋友认为说 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 其实不然 现在的快递公司越来越要求科学化 作为一个中国成熟的快递公司 在美国开始布局 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的这种模式 越来越开始成熟的话 您认为大的公司基本垄断了市场 你觉得这个市场还有多大份额会留给你们吗 市场份额这块 我们肯定会争取拿到更多 但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竞争是非常激烈 我有我们的优势 我们会用我们的优势 突出我们的优势 除了一个价格之外 其他的呢 我们的服务 更周到 对 现在像就以洛杉矶为例 有好多商店是可以帮客人寄快递 对 这是我们提供一个服务 那作为一个买家来讲 或者说一个卖家来讲 比如说你是卖家 那你在卖东西的时候 那你可以告诉你的客人 我可以帮你把这个商品寄到中国去 你就不需要再自己去找快递公司了 就说从我这边你交完钱 你只需要你填快递单 那这个商品就会寄到中国去了 这对于卖家来讲 它是有优势的 对于买家来讲 它也很方便 那我不用说买完东西之后 我要拿这个货 跑到邮局去 我再寄个包裹 对 对吧 再加上我们的一个价格的优势 这倒是一个 其实这倒也是一蛮大的一个商机 因为我这里有很多朋友 很多国内的对美国商品的需求 都通过很多在这里的一些经纪朋友来买 其实很多人说我买了还可以打包 还可以到那去寄 很麻烦 我直接跟商家说 直接就一条龙就全都做完了 直接就我们来做 对 这也是蛮好的一个商机 不过如果说这个国内的顾客 都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内的亚马逊去买东西了 会不会对你们的这种代购业务有一定影响 实际上代购业务呢 是我们是为广大的代购的人群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因为代购这种模式呢 是一种新兴的模式 是因为中国中美两国之间的那种货价的价格差 价格差呢 是国内的人们想买到美国便宜的商品 那这样在美国这些美国的华人呢 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就出现了一个代购的一个新兴的一个经营模式 对 那这样我帮你买 然后寄给你 它肯定会有一部分利润在里面 那这样海关呢 现在出来这个跨境电子商务这个模式呢 也是要逐步规范化 因为人们之前一提到代购这两个词 使人就会想到灰色清关 逃税啊 避税啊 伸说走私这样的一个 而且我还听说有这个恶性倒闭的 结果有一些 有一些给了钱 结果拿不到货了 对 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 提供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清关的服务 通过我们来运输呢 就一些个货的安全性 时效性 都会得到一个保障 然后结合现在这个 跨境电子商务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商务平台 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我们叫一加入达 应该都是一个商务平台 对 因为海关的模式呢是B212B213 嗯嗯 那这样在美国这边呢需要一个B 那我们就可以成為一个做这个 做这个商业 对 但是按照国家大型的一个方针来讲 作为一个代购的个体 那你是很难进入到这种 大的环境当中去 那是 因为你是一个个人嘛 无法当中 我是一个美国的商家 你做不到了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平台 平台建立之后呢 很多的代购商家 那可以进入我的平台 那我们作为一个集合体 作为一个在美国这么一个business 我把这个货 以我们的一个集合体的名义 通盘的发到国内去 这样对于海关来讲 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 它就直接知道这个货的顺调价格 首先保障了海关的税收 它实际上这个 在跨境电子商务里面 最重要的一环 这也是海关税收的一个保障 对啊 然后这边呢 海关有税收的保障 然后又解决了货物的安全性 还有货物的一些时效性 这是大家是一个 共同的一个目标 多赢的一个局面 对 因为确实在这个目前 不太规范的一个 代购业务当中 有很多的弊端 对 虽然现在 代购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 太大的一个business的 一个模式 但是呢 确实有一些弊端 可能会让我们的消费者 甚至包括这个中国的海关 会有一些损失 如果说规范了 变成一个跨境的电子商务平台了 快递业务是一个 以前有很多朋友都认为说 是一个技术量含量不高的 这样一个行业 其实跟李先生聊了以后 我们发现 其实不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道道 应该说把它做好了 特别是能够规范化 能够搭上中美贸易发展的 这样一个快速列车的话 快递业务应该说 是有非常好的前景 我们预祝运达快递 在美国的生意兴隆 也预祝中美两国的电子商务业务 能够开展 也更希望中美有好 再次感谢您上的节目 谢谢 我们也感谢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收看收听 谢谢大家 再见